发烧话题追根究底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线追踪 我是林一如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要来看的是寻宝传奇 来看看这批传说当中的山下宝藏 日本名将山下凤文 是非常有名的大将军 在东南亚各地掠夺了大批的金银财宝 而展出奇 日本政府要求把这些财宝运回日本 但是后来盟军控制了太平洋的航海权 又发生了阿波万号 遭到美军集成的事件 让运输变得更加困难 日军不想让盟军接收这批宝藏 干脆在菲律宾就地掩埋 传说其实有一批已经运到了台湾 所以包括了台北市的博爱特区 南昌路的陆军连移厅 还有屏东县的蓝艺乡 以及台南的秋冒园 都有宝藏的足迹 今天节目我们要来带大家寻宝 先从古城台南出发 除了郑成功时期的宝藏传说之外 日军在秋冒园 是不是真的留有山下宝藏呢 一块寻宝区 在台南市的一个角落 相传有一口古井 曾经有人把狗放下去 想要一探究竟 不料这只狗却从此没再出现 神秘的消失了 据说那一段时间 有人往古井里探头看 还隐约瞧见不明的影像 但狗失踪的事件始终没有办法解释 一直以来困扰着这个地区 这样的一个传说 又让民众 这个生生热的时候一定有通道 所以才会让这只狗 不晓得跑到哪边去了 井里面难道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如果有地道 又藏了什么东西呢 许多离奇的传说 开始不进而走 相传在每年的8月15号 中秋月圆那一段时间 月官想杀下来了 大家不要讲话哦 一讲话的话 惊动到他的不行力了哦 大家平息一待 在这慢慢的 时刻一直到 到了时候发现到井水 慢慢的有声音了 生音越来越大 本来是冒气水冒气泡 变成会腾的泡 忽然之间 一道豪关从井里头冒出来 中间有一道 很亮的阴影 哇 又不敢叫 一样健身长长的东西 那就赌定了 那是国庆年的保险 当地居民会收欢迎 对这口井又爱又怕 历经了近百年 这口半月井 目前用井栏遮盖起来 隐约看得到底部长了草 里面也没有水了 他就位在一级国家古迹 赤坎楼里 如今成了非常受欢迎的 观光景点 我们说什么时候 河南人就从这个洞 这个井 跑到安平古堡 以前安平古堡叫做热然泽城 从那个井就跑出来了 那这里就有一个深掘条件 这个井跟那个井中间一定有隧道 对不对 看里面有没有黄金啊 谁不想要下去 那说不定现在已经那个房子 已经太重了就压下来 可能没办没有了 我觉得有应该被挖掘掉了 就是每个地方它会有一些 传奇 我觉得只是一个靴头 再怎么铁齿还是免不了好奇 很多来这里玩的游客并不知道 其实这口古井有段神秘 却始终找不到真相的过去 阿信 派娃人把魁仪的战尽炸城 十七世纪 郑成功率军跨海来台攻打荷兰人 荷兰当时在台湾西南边 建有普罗明哲城 也就是现在的赤坎楼 和热然哲城 后来改名安平古堡 这两大防御要塞 相距有四公里 隔着台江内海遥遥相望 据说为了联络两城 荷兰人曾经挖掘一条海底密道 而赤坎这边的出口 就是这口古井 也有人说 郑成功围攻普罗明哲城时 荷兰人便是利用这条密道 逃往安平的 从此之后一直到近年来 开始有许多好奇的人 试着进去里头 寻宝探秘 当时台湾市的一个 文献的一个起劳 已故起劳 叫卢嘉兴的 他就曾经实际 坐着竹楼 然后从这边到 对这个井底那边 去进行实地的一个探勘 那经过实际探勘了解之后 发现就是说 纯粹就只是一个井而已 到井底 到底部就已经完成 没有所谓的一个通道可言 很多好奇的人想要下去 那时候因为装备 三四十年前的装备 消防队装备什么 几乎等于零 都没有 比较缺乏 你要下去那个地方 是不是有找去还是什么样 那时候市政府是 禁止人家下去 说不准下去找 最后这件事就沉寂下来 就没有再有的提起了 就在这个谜团还没解开 被炒得沸沸扬扬时 又传出有新发现 就在距离安平古堡 两百公尺外的大园市镇里 真有一口井 据说就是通往安平古堡的密道 而且当时还有一位 荷兰公主住在这里 每天喜欢打扮照镜子 这个地方从此被称为梳妆楼 房间要进去的门一样 这是一个滚门 这一边的话还叫做野房子 野房子 收拾时装老的房子 走进梳妆楼 如今只剩下断圆残壁 传说中的地道究竟在哪里 附近的邻居低调不敢多谈 其实私底下却心照不宣 因为这几年来 确实有不少文史工作者 以及当地居民 就曾经走进去探险 要小心哦 可以进车 从这边也可以 我有进去过 那一口井 以我的看法 应该是类似池掌室 类似池掌室 我来看的时候 那水位的话 差不多三四十公分 那我发现 为什么这边的水 不会发臭 所以应该是 跟外面的一个地下水 连通 它完全是一片漆黑的 那么后来呢我们就 我就用照相机啊 强迫闪灯 拍了几张里头的这个照片 前面呢它叠了一些砖块 一些砖块 瓦片 那个地道 真的存在 我们下去看了一下 哇 太棒了 那有一个远广 当时呢他们说 大到什么程度呢 可以骑一只马 下去 关于这个地道的入口 我们在梳妆楼现场 找不到线索 只好沿着民宅 后方的水泥墙 走到这个角落 果然发现了一口井 被刻意用好几块木板 封了起来 周边还留有锈石的痕迹 屋主非常低调 不过据说 这民宅里头 真的藏有 从来没有曝光过的地道 看一 在 带领山边 帮我一条地道 一直沿到 热来热成墙下 没问题 不能让河南人发觉 这1661年的 5月5号 5月25号以后 这么有一个期待 当时的火速兵 要到 街市 当时叫做延平街 市街 要街市购买 那样时的时候 走过那一段的地方 有听到地底下 有叮叮咚咚的声音 有可能因为这个消息 被透露出去 而且这个密道 这个地道 也就不急而终 没有再继续挖下去 到底梳妆楼 安平古堡 和赤坎楼之间 有没有相连的通道 甚至藏有宝物 翻开台南安平地区 地底下 大型的探勘行动记录 从日居时期 一直到民国 79年为止 几经挖掘的结果 除了曾经发现 一些古壶碎子之外 并没有其他收获 但地道宝藏传奇 依旧在台南各地 继续流传 始终没有中断 现在我们台南 有古厝 比较有明瞞的古厝 拆救援者的工人 还可以看到什么 还可以看到什么 龙女 所以他们有习惯会把 银币 钱币 还有价值的东西 还有手肘 会埋在他们的墙壁 所以如果要说台南是一个环境城 那如果依照这一个江湾 也不为过 根据日本战时档案馆披露 日本曾经在台湾许多地方挖洞 埋藏打仗时搜刮来的宝物 传闻统计 这些宝物的总价值 高达三千零八十二亿质元 不过宝藏藏在哪里呢 民间盛传一共有四十五处 可是却都没有史料记载 关于这个失落的环节 也许可以从有黄金城封号的台南 拼凑出来 传说藏宝地还不止一处 我们继续跟着住在这里 超过半世纪的安平区区长林国明 走一趟带我们不解真相 来 来 来看这里有 这里有可能在这边来 有可能在这边 这里有可能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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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这里有可能在这边 带着金属探测器 眼前这片海滨公园 在当地是非常著名的景点 叫做邱茂园 他濒临安平旧港口 从前就流传着一个谜团 有一次做了台风 发大水 涨大潮 整个海水淹盖过了整个沙岸 海水退出去以后 浮现出一袋一袋的东西 一袋一袋的东西 他们很惊讶 但是还是偷偷地把它抱回家 打开一看 哇 原来都是一些走势品 里头有瓷器 也有手势 会让人家遐想 预测到那里是买了什么东西 当然当时最有价值的 就是环境 这个沉默在地底下的宝藏谜团 果然引起当地民众的好奇心 抵挡不了诱惑投入寻宝行列 不过在挖宝过程中 却出现了难以理解的灵异现象 晚上感觉 在海边上有一个 有两个幻影 但是一看 就好像是一对群人 但是呢 那种走路方法 还有那种形态 它那种感觉就湿答答的 湿淋淋的 很奇怪 让人家看得不近毛骨手来 那一天 看到了那一天 在开挖的时候 没办法 加野斑 为什么 七句无缘无故 就停掉了 挖到二楼森的时候 水冒出来 然后还有一些 差不多二楼森的时候 有一些怪声音 所以说那些工人就觉得说 好像很恐怖很灵异 所以大家吓一下 就不敢挖了 好来 来 快挖 快 这有虾 挖 挖不下去 紧张 我们就这一楼 梯冠了 OK 整个挖宝过程 据说可以追溯到民国93年 有一位从事地质勘验的民众 他声称 在无意中获得一份日军机密文件 资料记载 海滨秋冒园原本是 日本海军潜水艇补给集散秘密基地 下方建有四通八达的隧道 当时日军在里头埋藏了 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搜刮得来的大批金银珠宝 其中光是黄金的数量 就高达四百多公顿 市价超过新台币一千七百亿元 后来日军败逃时 来不及将财务带走 遗留弃金 照传说应该是在这个地方而已 这样啦 它这个感应器真的很练 所以如果有什么好心 就会想 但是今天说台湾熊青 这个探测的一个距离 可能不够啦 这样啦 所以探测都是表面的而已啦 那地上又是沙子地 又是会冒水出来 如果往下沙 那个都是很潮湿的嘛 应该是不可能啦 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秋冒园区 其实原只是在台南 仁德交流到附近 为什么后来要迁到 安平旧港口这边来 费人一猜 据说在民国六十七年 一名旅日华侨黄秋冒 经过总统府高层 直接授意行政院 破例在保育防风林区内 动工兴建游乐区 这个过程让大家怀疑 秋冒园真的藏有 不为人知的秘密 回顾人类的历史 关于地底下的传说 总是藏着 场里无法解释的秘密 宝藏潜藏在地里的传奇 就算再过了几百年 终究还是让人不死心 休息下我们要带您到台北市的陆军联谊厅 这里曾经为做出让马总统赞不绝口的葱油饼声名大噪 不过这里最出名的不是葱油饼 而是地底下很可能买有日军留下来的黄金 我们休息下 请不吝点赞不订